农委会补助花莲县府农业处500万元 规划农产品冷链物流中心 而目前已经进入规划招标阶段 花莲县府农业处也表示 已提出了三处地点进行可行性评估规划 据了解农粮署也有了计划提出相关物流的配套 建告完整的冷链物流中心 台湾本土疫情爆发后 消费者饮食习惯改变带动冷冻与冷藏食品的需求 也凸显冷链仓储不足等现况 而花莲县政府农业处也着手规划 将建构农产品冷链物流中心 位在双方乡的丰山村农会集货场 早就已经建置了约150平的冷藏设备 目前是由专业的物流公司陈珠营运当中 同时也凸显了花莲县中区农产运销 在冷链物流上的重要性 其实我们花莲是以光光力线 不过以农业为主 你看我们整个在中南区 种蔬果的稻米的很多 那所以在这次省核 这个预算500万的补助 中央补助里面 特别就叫以新的处长 那我们也希望说在北中南均衡之下 必须要来重视中区南区 那在这次省核的预算里面 我们一再要求新的处长 有新的作风 那也要特别深入了解我们的农业 那也希望积极来推动 来协助这些农友 那我们也希望它能够结合 各个地区的农会 一起把物流冷藏都能够做好 是什么原因让冷链需求大幅成长 近几年电商崛起 国内冷链物流一直稳定扩张 但今年本土疫情爆发后 实体店面歇业 再加上餐饮业者停摆 生鲜冷冻食品与冷藏食品的销售暴增 导致国内冷链物流不堪负荷 花莲更是农产品的重要产地 更凸显现有的冷链仓储与运能都有所不足 记者林杰 瘦峰香采访报道